做人如果沒有夢想 和鹹魚有什麼分跌 周星馳電影中金句多羅羅 很多更成為網上的金句動態圖 或者是WhatsApp的Stickers 而當中的金句或者是對白 其實是充滿了很多廣東粗口文化在裏面 今集蟬妃解密就會和大家解密一下 這些金句裏面找蟲的粗口符號 首先廣東話粗口裏面有五大核心真言 就是九七能小細 當然我現在說出來的只是真正粗口的變音版 或者俗稱鞋音粗口 真正粗口的讀音我想都不用教大家 大家都耳熟能長 YouTube 只要打上廣東粗口四個字 就有很多教學片和在現實生活中爆粗的例子 粗口原本就是發洩情緒的助語詞 所以這位龍舟阿叔被旁邊的龍舟兜頭撞完之後 情不自禁地大爆粗口 無論是粗口語調、表情 以至肢體的動作 都是一次典型而正確地運用廣東粗口的例子 不過在電影裏面 如果自正康原地說粗口 就未必會達到一種喜劇感 反而巧妙地運用九七能小細這五個 諧音粗口的不同組合 就會得出一些喜劇感 以下是其中一些例子 諸細 諸細是指豬那的性器官 原音的粗口 是一句很粗皮的用語 不過早在六七十年代 我們讀小學的時候 在坊間 已經出現了諸細這個 偉軟的諧音粗口 而周星馳在電影裏面 一本正經地 講出這個人名 就帶出一種喜劇 小喇叭 諸細你是不是想玩東西啊 在電影裏面 唐三藏也說了另一句諧音粗口 不過人是人喇叭 妖是妖喇叭 無論是小喇叭還是妖喇叭 都是來自明末名將 圓純幻的粗口名句 丟喇叭的諧音 在電影裏面 將一些禁忌用語 鞋脆化 亦是搭擊的方法之一 周星馳在電影裏面 除了利用 舊時的諧音粗口做人名之外 亦都創了一些較新風格的人名 這段對白裏面 出現了七和西 兩個粗口符號 而文西 除了令人聯想 一個三級動作之外 亦帶有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色彩 於是就產生一種 文藝和低俗混在一起的喜感 希望你叫我全名 答文西 沒有問題的文西 多謝 不要客氣的文西 去到大內密探寧寧法 西字依然 成為搞笑的材料 小朋友 比我變老 我教的是西 就是因為你西 所以沒面子給 不用說話 除了諧音粗口 周星馳 有時都會利用連治配對 來製造錯覺粗口 所以當今兵器譜上面 書生奪令劍排行第二 我們霸王昌排行第三 小李飛刀是緊隨第四 縮開一腳 那排名第一的是誰呢 她就是小李飛刀的娘 可惜已經過了生 原來就是小李老母飛刀 真可惜 在國產007裏 周星馳忍不住再玩多一次小李飛刀 不過就用了另一種方式 我的強項是 飛刀 飛刀 沒錯 飛是小李飛刀的飛 刀是小李飛刀的刀 因為小李飛刀裏面的小李 已經是一種諧音粗口 所以當她一本正經 這樣懶這四個字的時候 亦可以帶出一種氣感 女性器官 除了用西字來諧音之外 Hi-Fi 掉轉來讀 原來都有神奇的諧音功效 網上有國語KOL 解釋快Hi 是廢Hi的意思 不過她只適合了一本 因為她不知道廣東話中 Hi 的量詞 除了一個個之外 亦可以說成一塊塊 所以快Hi 的意思其實是 一塊Hi 我們再聽一次周星馳怎麼說 就知道這句諸音粗口的語景了 周星馳的說法是 現在有你快Hi 而不是現在有你個快Hi 所以快Hi 的快字 是一塊塊的快字 並非是個廢字 當然這句說話中 最重要的字就是那個Hi 字 周星馳不斷粗口文法中 除了小和西之外 七和九字都是常用的字 圖鵝威龍兒裏面 周星馳就用了兩句 坊間常用的鞋音粗口 PC編號167 周星星上 至於神打不打救 我都遲些再說 但我現在就想立刻打救你 以上的鞋音粗口 在坊間都出現了很久 所以大家應該好易聽得明白 但是在周星馳電影裏面 有一句粗口密碼 很容易令人忽略了 甚至不知道她的含意 這句粗口密碼 就是這四個數字了 由今天開始你就是華府的低等下人 九五二七是你終身號碼 開始做事 多謝你呀九五二七 這句粗口密碼就是九五二七 一些眼利的網民 甚至在功夫電影裏面的一場打鬥戲 經過定格之後 看到飛出來的啤牌 也含有九五二七這個密碼 究竟九五二七是含有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解釋就是 根據電影食神 裡面將全港奶尿牛丸的分店 在地圖上連在一起 就會出現這個密碼字 於是就有網民用同樣的原理 將九五二七 在電話鍵盤中連在一起 竟然會出現一個人字 換言之 說你是九五二七 即是說你還是一個人 這個說法聽起來似乘乘 但是裡面沒有任何粗口符號 又這麼正能量 又不好笑 所以不會是周星馳電影的原意 第二個解釋就是 將九五二七倒轉來看的時候 就會變成英文字母 LZSB 用普通話就可以讀成 你是傻B 即是你是傻B的簡蛇 B普通話來說 即是女性的性器官 所以九五二七 即是你是傻嗨 這個說法雖然似層層 而且充滿解碼成份 不過九十年代的廣產電影 都是以廣東話為本位 不會用上這麽刁鑽的普通話密碼 所以這個 你是傻B的說法是錯的 而第三個解釋就比較浪漫 因為九五二七在普通話讀起來 就好像 周虎埃茨 即是救我的外妻 這個解釋雖然浪漫 但是剛才已經講過 九十年代的廣產電影 並無普通話數字密碼的概念 這個概念只是千禧後 新一代的普通話觀眾 一廂情願的想法 所以禁不外妻這個解釋 並不成立 第四個解釋 也是來自普通話KOL 我們聽聽他們怎樣說 其中搞和男性生殖器的發音很像 嗯是不能的意思 以是容易的意 差則是粗 所以搞無以差和起來的意思 就是在暗示男人不舉 這個解釋 有廣東粗口符號 也都有侮辱人不舉的成份 似乎較為合理 不過廣東粗口中 並沒有九五二出這句說話 所以這個解釋也十分牽強 只是一些不熟悉廣東粗口文化的 KOL想當然的想法 其實九五二七正確的解釋是 九不像七 大家將九和七變回成粗口正音 就會明白它的意思了 根據已故才子黃瞻的筆文集 對九和七的解釋是 九是指楊具撥起而硬的名詞 七是指楊具撥起了還是軟奶奶的名詞 所以九不像七 即是指楊具又不硬又不軟 兩頭不到岸的情況 即是指一個人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狀況 而在網上 就流傳一張照片 顯示早在1987年的電影 《監獄風雲》中 周潤發飾演的鍾天正 他的囚犯編號就是九五二七 所以有個說法就是 周星馳電影中的九五二七的靈感 是來自八十年代的監獄風雲 因此不少內地的網站 甚至百度搜尋資料 都指出周星馳電影中的九五二七 是向八十年代的監獄風雲致敬 不過我細心看過 《監獄風雲》一和二 兩套電影中 周潤發飾演的鍾天正 他穿的囚衫其實並無囚犯編號 而是寫上鍾天正的名字 你幹嘛對阿Sir說話那麼大聲 我大聲說話不代表我沒有禮貌 阿Sir 而其他囚犯的衫也是一樣 只有囚犯的名字並無編號 而根據《監獄風雲》中 天正的囚犯編號是 41671並非9527 因此網上流傳周潤發穿這件 編號9527的囚犯衫 是被人PS修改過的 以至變成後來網上流傳的假資訊 因此1993年上演的 唐伯虎點抽香 應該就是第一套出現9527 這句廣東粗口密碼的電影 直至十年後 9527再次出現在龍棍威電影裡 鄭忠基飾演的警察 他的編號也是9527 最壞都是你 9527 鄧先生 鄧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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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不要這個號碼 好肉酸啊 你以為現在頭車牌 三三發一六發 好嗎 這個號碼跟你一輩子了 9527 understand 自從9527這句粗口密碼 出現在兩套港產喜劇電影裡 兩岸的民眾 都對這個數字感到很有興趣 成為他們網絡的迷因 很多內地普及文化的作品 例如小說、漫畫、網劇 甚至一些手遊 都出現9527這個密碼 在台灣 也有餐廳用了9527這個數字來做招牌 也有電單車特別用了9527來做車牌 看來不少內地和台灣的人 都將9527解讀成 夠不愛妻的意思 對老婆或女友表示愛疑 當他們知道9527 原本的意思 是罵人九吾似漆的粗口的時候 不知道還會不會對他們的愛人這樣說呢 廣東話粗口 除了核心的五字真言 九七能少曬之外 還有核心的外圍五個字 在周星馳電影裡 他又怎樣懶這五個字呢 這五個字的源頭是怎樣來 以及有什麼文化解密呢 想了解更多 敬請繼續支持 蟬非解密為你製作更多解密節目 大家好 我是蟬非 敬請支持本頻道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面 按一按個超級感謝按鈕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也歡迎 點讚留言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 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 又或者加入 蟬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資料豐富的 蟬非X檔案 以及可以收聽 所有完整版的後台開咪節目 知道更多解密的資訊